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好痛啊 剛剛這顆先消退了 痘痘之後下巴又刪掉了 好討厭 因為我最近壓力實在太大了 真的很大壓力 而且有夜睡 不過為什麼這麼大壓力呢 是因為上星期最後的片段 應該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有一科是每個星期都有一個額外的項目 而那個項目是不會每個星期檢查的 即是你不需要每個星期都交的 但是它是有一個中間點 比一個日期去到這一天前 你要做好五份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做過那份項目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 因為那個中間點就是下星期三 那我已經做好兩份了 上星期 那我現在就要做剩餘的三份 所以呢 我就給了一個很好的計劃自己 那我就在我的schedule book 那裡寫好了一系列的計劃 當我在好趕好趕 有很多東西要交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寫下 給自己知道每天要做什麼 今天我做了就剩餘的 而今個星期要做的事情就在這裡 你看到我沒有剩餘的原因 因為我寫完之後都沒有做到 但我今天一定要來做的 因為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了第三份功課 那我就可以在下星期三之前 完成了這五份的功課 希望我真的會跟著這個schedule做 我也相信我會的 因為下星期就一定要教 所以我一定要跟著他做 不然我會死 加油 努力 今個星期Wingora的天氣是好很多的 但是今天就剛剛又下濕雪了 但是應該就快過了 我聽說明天後天也是會晴天 yes 終於來了晴天 不經不覺呢 已經來到第幾個星期 這個vlog應該是第七個vlog 還是第六個vlog 已經來到第七個星期了 我快就完了 這個sam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一半的時間 希望我自己能夠繼續堅持 今天是元宵 有得吃湯圓 哈哈哈哈 我最近迷上了吃這個 花生酥心糖 它包裡面有很多味 它還有咖啡味 然後還有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行人 但是都沒有吃 只有這個 好吃啊好吃啊 現在在商場的food club裡面 因為稍後晚會去朋友家吃飯 但是中間 差了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回到家不夠 一會兒又要出門 所以就決定 不如今天就帶一部電腦出來 在中間這段時間 就來做一下 如果大家有follow開我的頻道 應該知道我這一陣子 是不會出片的 因為我不斷趕著我的功課 我每天都至少要趕好一些功課 這樣才可以追得到 下星期三點前 做完所有的assignment 努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讀書的時候 就會來到這些時間 就是臨急破罰腳的 我通常真的 要去到deadline的時候 我才逼著自己做完所有的事情 不然我就一邊嘻嘻嘻嘻 一邊拖延下去 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六 我現在一早起床 要來講功課 因為呢 我明天有一份功課 下星期三之前呢 我還有兩份未做完 今個星期 真的很少很少出片 我只是出了一條片 但我想我也趕不及 出另外兩條了 希望下星期三之前 我做完所有的事情 我就可以專心地只出片了 真是不好意思 但我現在要為了功課而去作戰 如果你有看到上一條vlog的話 我考了一個mid term 我現在真的要check fund 好緊張啊 我最近買了這個 韓國一包包的梨汁 然後就吃國仔 因為還有新年的國仔證 我之前的兩份assignment 做得都不錯的 就是都是在class average 就是我不是超高分的人 我不是超高分的人 但是我也是class average 都可以了 所以我就很緊張 究竟我的mid term會做成怎樣 我的mid term其實是佔5% 所以是很少的 但我也希望自己做得好 都不錯啦 85% 85%也不錯 看看自己錯了什麼 好開心啊 85% 我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我不是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分 所以我也不預期自己做得超級好 我們的class average 是75.75 即是我都比class average高 YES OK 好 填完自己的分之後 我就來做功課了 它是說要去分析自己的Facebook page 我的Facebook page很差 很少進去管理 所以有很多東西寫 因為最近溫哥的眼睛抹雪 所以其實外面真的很冷 我很懶得出去外面 但在家裡又不集中 所以其實我真的拖得很厲害 所以我拖得很厲害 所以才拖到所有東西都很迫切 就是逼著一天要做完 其實下雪到我們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出去很麻煩 因為下雪 所以路會很滑 我昨天也差點跌下樓梯 因為在樓梯和樓梯之間 有很多溶與未溶之間的雪 所以就會很容易滑 而且踩下去很容易站不穩 真的很危險 在地上溶了的雪就會變得冰 無論是開車和走路 踩到冰都是很嚴重的 所以就選擇不會出去 所以還是留在家裡工作 我不想做高峰 我想玩 我回到家了 剛才我又出去工作了 最後也是 希望有人載我出去 還是在外面工作 真的做得很快 我這麼快就完成了兩份職業了 所以我這天也可以輕鬆一點 希望明天可以剪到影片 但是不知道 因為明天有公司dinner要去 所以未必真的有時間做到工作 現在就休息一下 真的很累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是星期日 我今天化妝了 不僅僅還捲了頭髮 今晚是公司的end new店 所以待會要出去吃飯 剛才就做了一頓功課 明天是星期日 我以為明天做完 那我就可以馬上來剪影片 我今天用了新的眼影 新的眼線 好開心 我終於可以用了 哇 好曬啊 我之前在instagram 應該有快速跟大家開箱 我今天用這盆 好漂亮啊 你看到它髒了 因為我拆了它 我已經開了它來用 它叫做 Koringo 很多韓國的instagram 很多人用這盆 然後就被他們燒得行一刻 慶合合 我兩盆都買完了 這一盆比較珊瑚色 那今星期的studyvlog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收支工 如果想看我的其他影片 記得按訂閱 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給朋友再看 我們下次再見 Bye